香港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看到一点, 我不是想帮跟政府讲话, 政府想做一些事,可能它都面对着很多不同意见, 可能一些很阻碍意见,希望它做到很极端, 立刻趁机把安心出行实名制, 把安心出行全部追踪香港人的行踪, 一次过做它,可能有这样极端想法, 但似乎香港政府想尋求平衡, 就是它不想自己太失分之下做了部份, 现在做了部份,即是肯将安心出行去食言, 即是林郑雄讲过,或者邵惟恒都讲过, 安心出行不会追踪大家行踪, 现在食言,就要将安心出行可能半实名制, 或者变相实名制,或者局部实名制, 甚至行踪都会被记录追踪, 另一方面看,这个措施当香港政府做时, 你想一想,当劳草贸一讲时都遇到很大的变相, 劳草贸当时先拿了弦先,先拿了弓先, 先放宽了航班容转机制, 然后几日后讲这个可能将安心出行实名制, 再加三式码,再加电子手带, 结果被人咬到匀,结果被愚弄压住, 李家超跟出来解围,跟着出现的情况, 就见到高永文这些人,他走出来, 他是行政会议成员身份, 理论上他不应该随便发表意见, 他突然走出来,就说他觉得应该要 将这个红黄马进一步加强, 譬如将黄马适用于, 适用于是一个强制检验人士, 以及是一个紧密接触者, 又或者何柏梁就出来说, 他说现在红黄马无什麽用, 因为很多人确诊后, 就不会告诉政府知, 被红马确诊者可能漏了有很多漏网之余, 这些说法其实是在斗左, 是在斗形式主义, 是告诉北京我是够胆做更加左, 比李家超政府更加强硬, 比李家超政府更加会做一些接近大陆的政策, 这个是完全拆鞋的, 完全是一个形式主义, 这个至少数两个, 何柏良和高永文, 这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况, 似乎他说的话, 明知香港社会不会受落, 明知官员好或者其他专家都不会听, 但他其实说出来的目的, 就要在舆论上有纪录, 从而让北京见到他多够左, 够大胆,够狠, 这似乎是他们的一个目的, 这些大家要戴一个清晰的眼镜看着这帮契弟, 这些契弟其实是出卖香港利益, 去说完这些极左的说话, 目的就是要上位, 之前另外两个很喜欢的, 就是二刘淑宜和梁振英, 我真二刘淑宜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大家记得梁振英和二刘淑宜久不久就要制造一些公敌, 譬如他会制造就是拿特区护照, 或者拿着香港身份证, 而移居海外的人, 就要剥夺他们身份证的永久居留权, 剥夺他户照的国籍, 梁振英和二刘淑宜都讲过, 这些明显不会出现, 北京都从来无讲过, 也不想将国籍问题, 即是容许双重国籍这个问题拿出来讲, 但二刘淑宜和梁振英不断拿出来讲, 目的就是要抢分, 这就是他们的特色, 又或者梁振英最近, 你见到他无端白事摆在段崇志上台, 他制造他找个敌人, 无端白事, 他本来在搞Nayton Law, 令了罗冠聪, 他现在最近文章不是见到梁冠聪, 就见到段崇志, 就说要赶他下台, 要赶他就不可以让他做校长, 在製造建制派的敌人, 这都要看着, 在建制派当中, 不是个个都走得很通,很畅信, 梁振英明显是一个在今次特区政府裡面, 你说怎样分猪肉都好, 他是相对分得少, 影响力相对薄弱了的其中一个政治家, 他结果他现在想的计划, 就是找一些在建制派裡面可以找到共识, 他变成了共主, 就是说要动我段崇志, 无端开宗名义开文去动我段崇志, 如果真的出现一些, 譬如李子敬那些跟阵队, 高永文又跟队, 接着那班人出来, 段崇志如果结果被人逼下台, 梁振英就无端八事在香港政界, 在香港政坛裡面又拿回一定实力, 这些政治上的操作, 包括一些政客希望用左的言论, 极左的言论用形式主义去希望北京见到, 又或者梁振英这种左, 形式主义再加上是找共主的形式, 即是他自己想做共主, 这些都是香港现在政坛上面, 已经实施了全面管治权, 已经有了爱国者治港, 原来制度还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原来在你爱国者当中很多人有私心, 这些私心就会破坏了行政, 现在可以这样讲, 在良营,香港那麽多建制派马房当中, 其中是良营,良救, 或是马房马救, 那是否旧次,马救, 良营当中你看到几惨烈, 本来他是空有成竹, 或是满心壮志, 最少有些参选, 有机会当选, 如果当选就是整个香港管治架构, 就是他话事, 由一个这样的期望, 跌到下去剩下一个行政会议成员, 即是由一个很大期望, 无论是6C15局好, 常悲好, 甚至乎政府一些咨询架构好, 特首政策组好, 行政会议好, 本来应该由他摆局, 结果由李家超摆局下, 良营剩下一个人, 剩下高永民一个人在行政会议中, 理论上高永民在行政会议摆局都摆得很高张, 不是完全摆你人,摆一个, 摆一个是摆到行政会议中, 有一个集体负责制和集体保密制的地方, 理论上高永民是不能说话, 他如果随便出来说话, 其实只要跟政府政策有异, 他就犯了规, 在集体保密制或集体负责制上犯了规, 例如李家超出来说, 为劳宠某解话, 说现在红黄马不会做一步扩大住, 红马只是做确诊者, 黄马只是给一些集中酒店隔离的人士, 即警察人士, 并不是香港的接触者或强力检查人士, 但讲完之后本来这件事已关火, 但无端白事高永远走出来说, 觉得黄马应该把强制检查人士和接触者下去, 这就是逆了李家超意思, 理论上李家超会跟行政会做决定, 会同不是代表一定要跟, 就是行政会给他提出他想方案, 想完之后应该理论上行政会成员不能相逆, 是一个集体负责制的精神, 但高永远仍然跑出来, 无端端出来说, 接着梁振英无端端端端端端端, 很明显梁振英似乎觉得, 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 即是特区政府现在未站稳, 如果特区政府管治班子, 包括特区政府包括立法会议员组成, 包括行政会议员组成, 他们这三大马车, 当他们走得畅顺时, 梁振英更无得站, 可能连元朗空间无卖, 所以对现在时似乎梁振取责存在感之余, 可能实质上争取他在香港管治班子的话语权, 他很聪明, 这次第一个高宏文出来有少少挑李家超和盧宠文基, 就说盧宠茂讲那些不讲了, 然后鸿鸿马又不再讲了, 李家超刚才讲了鸿鸿鸿马的限制, 接着高宏文挑战李家超, 高宏文出来就要烂头却, 就要骂骂高宏文, 梁振英就害怕很多, 梁振英除了不断写文搞罗冠冲之外, 发觉搞来搞去都无什麽意思, 第一无声音,第二搞得大家厌了都不再看, 你说什麽都不再看,花边新闻都不当, 接着他找个新的殖人出来, 那个敌人他有少少高张, 他找段崇智出来作敌人, 因为建制派当中部分人对段崇智很议语, 譬如工联会经常说中大黑暴, 而段崇智推崇或包给黑暴的人, 现在梁振英似乎是利用段崇智, 一个他觉得在爱国这字讲的架构 是应份支持他去动段崇智的一些气氛, 最少不应该反对, 令到是否可能在这情况下, 可以抽调到部分建制派站在他那边, 从而他变相,他无位, 但现在有位的建制派, 如果在段崇智件事上站在他那边, 他变相一个无用的再出发大联盟就出现了, 再出发大联盟都无用, 因为他完全说不到事, 虽然他跟董建华是一个共同领导, 但如果他找到李哲敬, 他找到ABC,找到何君尧, 找到这些人出来,愿意站出来动段崇智, 现在未知见不见到, 如果出来动,某程度上领军那就是梁振英, 变成这两个人在建制之内, 在本身分了猪肉的人, 变相有半个人或四分一个人, 或者有某八分比在梁振英的指控之下, 这个梁振英有些高张, 既然我无牌无棋, 就自己收牌收棋回来用, 即使牌一张棋无法收回来, 但最少我可以利用一下都可以吧, 这某程度上可能是梁振英在政治上的权术,